我们呢,以前年轻嘛,陈勇嘛,对不对,陈勇是什么,陈强,觉得自己已经,啊,我身体很强壮,没有关系的,结果当我陈强了之下呢,感冒之后,受苦受难的是谁,受苦受难是你自己,因为第一个,头脑昏昏的,对不对,然后呢,又一直流鼻涕,又不能去上课,又不能出去玩,那,可是伤心的是谁,伤心的是我们的父母亲,以前我小时候啊,记得最清楚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, 爸妈都要出去工作,那晚上也要工作,因为晚上我们自己开一家店,那一天呢,刚好是我生病,所以妈妈呢,就把我一个人就放在家里,因为想说我在睡觉,那她就出去一下子这样子,去帮妈妈爸爸办事情,结果当她回来的时候,当她跟爸妈妈一起回来的时候,一摸我的额头才发现,我正在发高烧,而且是很烫很烫很烫,那时候呢, 非常危急,情况非常非常危急,当下我爸爸就责备我的妈妈说,你怎么这么不注意,找这个孩子杀出病来,怎么办,所以你看,父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哦,他们也会怎么样,会有所争执的,他们对我们的照顾是无为不至的,一也不小心,就会害了父母亲来为我们担忧,所以各位亲爱同学,不要小看一件小外套, 不要小看一个小叮咛,这都是会去影响到我们自己的,就像天下雨了,你不想戴雨伞,哎,淋雨了怎么办,就感冒了嘛,结果呢,结果怎么样,就要吃药啊,吃药就要麻烦把妈带我们去看医生啊,又要花钱啊,对不对,得不偿失, 所以下次,爸妈跟我们讲什么,要带衣服,要不要带,要,带雨伞要不要带,要,然后呢,穿外套要不要穿,要,通通都要,因为他们的地区小小的叮咛,只要我们顺着做,就是一种孝顺的展现,好吗,所以你看孝顺多么的简单啊,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,都可以是孝顺的展现,好,再来哦,我们再看哦,孝顺父母亲还有一种展现是什么,用体梯的心, 去顺从父母亲的心意,我们来讲一个帮妈妈买面包的事情,有个小女生啊,平常啊,就是他们家里呢,都是他妈妈帮她,就是带好东西,让他们要出去读书的时候,出去旅行的时候,都是父母亲在帮他们准备吃的,用的,结果那一天呢,刚好妈妈隔天啊,要去参加一个旅行,那跟一群好朋友出去,那那个妈妈呢,就跟她说,哎呀,女儿,我现在很忙,你帮我去那个对面, 那个转角,那家面包店,我很喜欢吃的地方,你帮我买个面包回来,好不好,明天呢,我可以带着出去外面吃,结果呢,这个女孩子啊,就怎么样,就很勉强啊,想说,哎,我觉得我自己的事情要做啊,为什么要叫我去帮你买呢,可是,她想说,妈妈平常都很辛苦帮她买它,是很勉强的,怎么样,拿了钱就出去买了,结果当她去这个店买的时候,哇,排得很长长了,很多人在买这个面包啊,结果呢, 一炉一炉的面包出来了,还是没有轮到她,结果当到,当她呢,下一炉的时候怎么样,会轮到她的时候,这时候有一个妈妈就跟她说,哎呀,这个小姐啊,因为我的儿子啊,在家里等着我啊,我想要先跟你换个位置,我来,我们两个换个位置来买这个面包好不好,结果呢,这个,夏就跟她说,好吧, 反正我等那么久了,也没关系嘛,反正你知道买给你的儿子吃的,好,她就跟她换个位置了,那换位置之后,他们就开始聊起天来啦,就说啊,买面包给谁吃什么什么的,结果一聊下去才知道,这个女生呢,是来为她妈妈买面包的,是要买回去给她妈妈吃的,哇,这个时候这个,刚开始跟她换位置的这个,这个妈妈就觉得很惭愧啊,真是的,不好意思, 这个意思,我都还没有买过妈妈,我都还没有这样子,我有妈妈排着一整排的队伍,来买面包给我妈妈吃呢,那我竟然想到都是我自己的儿子,所以这个,跟她换位置的这个妈妈就觉得很惭愧很惭愧,马上跟她说,对不起,我跟你再换回位置,因为你是要买给你妈妈吃的,这比较重要,结果呢,当她这个妈妈,跟她换位置的那个妈妈呢,一讲完之后呢,在最前盘的那个女,那个一个妈妈也跟她说,你,我跟你换位置,你这个展现 实在是太好了,竟然呢,会来为你妈妈买面包,哇,你这个面包啊,很不得了,你妈妈已经等了20年了,因为你帮她拍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,来帮她买面包,就因为你这个笑心,我跟你换位置,哇,结果这个女生呢,非常非常不好意思啊,可是怎么样,大家盛情难缺啊,还是把她推到这前面去了,所以你看,一个笑心,一个体贴的心,是大家所去向往的,大家所去新鲜的,对不对, 所以当这个女生呢,人家就说,知道她是来为她妈妈买面包的时候,大家都很尊敬她啊,很敬重她啊,想说,现在还有这种人,来为妈妈,排这么长的一个位置,来买面包,给妈妈吃,所以你看,我们只是这个动作而已耶,大家都觉得,哇,我们很孝顺,那父母亲所对我们做那么多的事情,那我们要怎么去报答,对吧,好,所以这个是指着我们应该去省事的一个问题哦,好, 好,接下来呢,我们再看哦,顺父母亲的意义,顺父母亲的意义,除了要体贴以外,除了要听父母亲的话以外,同时还要用一种心,来对待,什么心? 同理心,好,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,就是呢,呃,一个,一对夫妇啊,这对夫妇呢,她的,就是这个先生呢,她的父亲,她的父亲哦,跟她母亲感情非常非常好,可是,人啊,走到年老的最后一刻,一定会怎么样,一定会过世嘛,那 没错,这个老先生呢,她的老婆,就在前不久就过世了,那过世之后呢,那个儿子呢,很体贴哦,他就看得出来啊,这个老父亲哦,愚愚寡欢,一直很,陷在那个很,很伤心很伤心的这种情绪当中,一直没办法自拔这样子,于是呢,他就鼓励这个爸爸,他说,爸爸,你跟妈妈生前所一起开的这家杂货店, 你一定要继续开下去,因为这是你跟妈妈之间的爱,最好的联系点,那可是这个老父亲就说,和这个店的生意不好啊,当初跟你妈妈做是因为想要跟你妈妈一起有事情做啊,那现在你妈妈已经走了,我一个人雇这个杂货店,有什么意义?那这个孩子还是,还是一直劝他父亲说,一定有意义的,因为有妈妈的爱在里面,你一定要延续着妈妈的爱,来雇这家杂货店啊,那也就因为这样子哦,这个老父亲, 就听了这个儿子的建议啊,就继续把这个杂货店给开了,那开了之后呢,没错,生意真的,生意真的是比较不好嘛,因为现在的大的,像店啊,很多嘛,要买东西的地方都很多,人家很少会去杂货店买东西,可是呢,这个孩子非常非常孝顺哦,他就刻意啊,去找他们亲朋好友,还有邻居啊,怎么样,每天都要去跟他父亲买东西,假装哦,假装,假装客人都要怎么样, 都要去买东西,那也就这样子啊,人家去了就跟他父亲聊天嘛,那这样聊啊聊啊,每天都有人去跟他买东西,每天都有人去跟他聊天,当然心情就越来越开朗,人呢,就越来越健康,而且呢,这个儿子还做一件事情,超贴心的,多贴心呢,他就买了一只狗,就陪着他的父亲,想说,哎呀,有一只狗陪着父亲,那父亲可以养这只狗,打发一点时间,这也是一个很好啊,而且能够这样子, 他这个生活中心怎么样,做一个转移啊,所以你看,这样子很贴心吧,也很有这个同理心吧,所以你看,很成功的就帮助他的父亲,走出上妻之痛,然后呢,又可以让他父亲呢,重新的再去过自己的生活,所以你看,用不用心,就在这里了,有些孩子不用心,他就直接把父亲怎么样,就直接送到养老院去了, 可是呢,人家这个孩子非常用心哦,他用不一样的方式,来替他的父亲,找出生命中的第二村,所以,用心不用心,就在这里了,OK,好,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,有一个婆婆, 让婆婆做菜的一个故事,有一个刚加入,刚加入人家家里的一个媳妇,他呢,非常听从他的妈妈所交代的事情,因为他妈妈跟他讲说,去到婆家呢,什么事情都要做, 这样子才是一个孝顺的媳妇,然后呢,而且呢,千万不可以让你的婆婆煮菜,因为啊,你的婆婆已经很辛苦了,照顾那个家庭这么久了,你要让你的婆婆要想想清楚,那这个媳妇呢,怎么样,当女人呢,也很听妈妈的话,就说哈哈哈哈,结果到这个婆家之后,果真啊,非常辛勤的去煮菜给婆婆吃,可是每天,